家长大家好 我是健康中心护理师雅琳阿姨 我们健康中心的服务电话呢 就上面所写的 那健康中心的相关业务跟检查呢 我们随时会公告在校网 那公告的校网呢 你可以在我们的学校网站呢 这个箭头地方单位选择健康中心 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的讯息 那每周二呢 我们也会在教室程会做一个布达 那每周五呢 健康小天使做个培训 高年级必须要到低年级去做个宣导 学生在学校的校园安全 是我们大人所关心的 我们常常会请老师帮忙宣导 在走廊部奔跑 听到终身快步回教室 我在88年来东门 将近服务20年 所以也收集大概100多张的照片 也做成了影片 另外我也会整了101学年 所有通知家长就医的一些发生的原因 那做一个给家长跟老师一个机会教育 那我们每个月呢 也会公告在校网人伤兵量 有关于小朋友错证商家长的通知单 我在89年就开始自创了 那也不断的改版 那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东西呢 就是怕孩子回家 不敢说或忘记转达给家长 那就请老师贴在联络簿 那为什么要请老师贴在联络簿呢 是希望老师继续在学校 继续观察孩子的健康状况 第二点呢 扳家的时候呢 请家长签名呢 就是请继续观察有没有不舒服的状况 如果有不舒服的状况 就赶快再去就医检查 第三点呢 就是后续就医的检查结果 如果有确定为骨折 导症荡或缝合的 还是说隔天呢 因为传染病了 生病无法来上课的 已经要请家长告诉导师 那导师要回报给健康中心 健康中心还要再回报给我们的主管 那这些通知单呢 我在部落格都有呈现 所以有很多其他县市的校务姐妹 看到之后 一位email来请我做个分享 另外呢 健康中心的伤病处理呢 我们的家庭联络部呢 我们今年有做个改版 那左边的这两个 我们自己做的海报呢 家长可以看一下 在联络部 那健康中心秉持的轻重缓急的照顾 并不是每一位小朋友 进来都会给他冰敷 或开通知单 或是打电话 同时呢 我们也跟家长还有老师说个说明 通知家长到学校带孩子返家就医呢 请不要让孩子自己在校门口等家长 只能教室或健康中心二选一 是我们东门的宝贝 那当然 我们也要提亮老师两眼的视角 有任何的问题 随时要跟老师做个双向的联络 那我们也会培训健康小天使 如果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不可以随意的移动 要打电话给我们的夫妻阿姨 那在班上的电话筒呢 我们贴个贴纸 就是提醒老师如果发生紧急事情的时候 不要叫学生跑来健康中心 而是要训练健康小天使协助打电话 避免在奔跑呢 制造第二次的意外事故 而我们校内呢 有一个傻瓜电击器 就是AED 是放在前门警卫室里面的 那另外在自然课的教室 我们会上贴 有时候小朋友不慎了 着烫伤的一个处理海报 那有关于学生特殊健康疾病史呢 那我们也会在8月30号 就请老师发出去给家长 那9月2号以前呢 老师收起之后 再教会给我们健康东西 我们这个呢 会智慧体育老师 还有呢 我们的教学组长 如果有临时的待客老师 也知道孩子的健康状况 尤其呢 小朋友有气喘啊 孩子癫痫啊 糖尿病的这些特殊的孩子 请家长一定要 具实填写 让我们一起帮助孩子 健康的成长 那我们也跟老师 做个削导 就是各自的问题 绝对要注意 所以呢 小朋友的 这个紧急联络 健康史的调查 也包含 紧急联络人的家长啊 还有监护人啊 另外就是 他的基本资料 一定要写清楚 我们是备而不用 如果小朋友 受伤生病了 必须要联络家长的时候 我们必须依据这样的记录 才可以做个联络 那另外呢 为了掌控呢 各班的小朋友的健康状况呢 我们每周五呢 都会培训健康小天使 要交交传染病周报 通报的项目呢 是依据疾病管制局 所要求的啊 那交出来 请一定要给老师 做个签名的动作 那有关于怎么预防常见的校园传染病呢 在在我们的联络部上面都一个做个说明 那通报的项目呢 也请家长务必具实通报给老师 那老师在48小时内要回报给我们 学生24小时内 也就是前一个晚上有8艘超过38度的隔天建议在家里休息 上班不上学也不要送去安清班 这张呢是我们这学期初略的一些形势力 那也欢迎所有的新生 还有感谢家长的今天呢 历龄参加说明会 加入东盟的大家庭 以上报告 谢谢